十大封号五帝之一 绝世虎飞扬在天荡山脉以后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日至尊 紫云峰山脉内一处山巅之上 云海弥漫须余成红色 有日光照下正翅如丹 突然云中一现成异色 集天动摇 鸿芒化作五彩之光 降号薄色 那五彩从四周汇聚而来 凝成一扇古色铜门 上有门钉数百 两个巨大铜环像是蛇骄盘羹 出来了 山巅之上一座八角凉亭 里面飞出两名舞者 一脸惊喜地望着云端 那两个巨大的古铜环一下转动 化成长蛇游走 门钉上闪动着五光十色 慢慢汇聚成各种阵法 不知多众的陈后铜门缓缓打开 两名舞者大喜 正带茶勘 却感到一股灵力扑面而来 两人同时大惊 那股灵气之强几乎席卷整个空间 碰碰 两人同时被震飞了出去 吐出一口血来 惊恐不已 只见灵力散开后 铜门已在云端消失不见 只有一名锦衣男子副手而立 两人一惊急忙上前拜道 见过唐欣公子 公子终于出关了 眼前这人正是唐欣 他全身灵光涌动 身躯似乎有些透明起来 一阵之后才渐渐地变得阴实 两名舞者都是心中按惊不已 唐欣开始闭关之时 不过刚刚突破到五地而已 但此刻的修为却让他们无法察觉 隐约之中透出一股十分恐怖的息息来 什么时候了 唐欣悠悠呼了口气 眼眸里一片朦胧 有些慵懒地望着天空 似乎一切都如空中飘着的那朵浮云 唐欣公子 据大婚还有三日 若是公子再不出关的话 怕是大老爷会让人来强行破关了 一名舞者急忙说道 强行破关 唐欣摆了摆手 他知道我此次闭关的重要性 若是三日后 我还未出现的话 以老爷子的想法 应该是随便找一人顶替我 这 两名舞者脸色古怪起来 都是一副不相信的模样 毕竟大婚之士 昭告天下 强者云集 派个替身的话 无法瞒住天下人的耳目 再者 这次大婚的目的谁都知道 就是为了拉拢江家 同时安抚洪月城的老旧势力 让唐庆的位置更加稳固 与海族一战后 整个东域的实力大弱 洪月城也损伤惨重 今非昔比 但与之相反的却是 唐庆的威望逐步上升 已经基本全盘掌控洪月城 再加上这次联姻 再无后患了 所以 这次大婚 在天下诸多势力眼中 都是极为重要的一次联姻 象征着洪月城新旧交替 彻底开启了唐家主宰的时代 唐兴见两人不幸的模样 痴晓道 你们是不是觉得 老爷子想通过联姻江家 来坐稳霸主之位 哼 真是一群蝼蚁的想法 这也就是为何我爹是洪月城之主 而你们不是 唐兴一脸的讥讽 两名舞者面面相去 都低着头不敢吭声 不知他话中何意 唐兴眼中光芒一闪 竟然有符文转动 一闪而没 两名舞者都是心中一阵 只觉得唐兴身上的气息 完全不同了 似乎换了一个人一样 唐兴张开双臂来 闭上眼睛 轻轻呼吸 似乎在拥抱整个天空 一阵后才凛然说道 成为天下霸主 靠娶几个老婆 结交几个盟友 是没用的 何为霸主 实力称霸者 才是霸主 两名舞者感受到 他身上传来的振振澎湃之意 心中骇然 急忙应声道 是 公子 所言极是 唐兴将气息一脸说道 走吧 带我去见老爷子 没经过我的同意 就给我定下了这桩婚事 不过 听闻江若宾 貌若天仙 尝尝滋味 也未尝不可 三个人的身影一闪 就消失在长空上 红月城内 一座巍峨主殿 六根白玉大柱 雕龙灼缝 刻有百兽 殿内灵气笼罩 矗立着道道身影 中间一人 躬身行礼 久久未敢抬起头来 两鬓的白发中 渗出点点汗珠 呼吸开始有些 变得不均起来 大殿内的气氛 似乎有些压抑 哼 终于有人忍不住出声 说道 李云霄和秋木杰 实力强横 我不说什么 我只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全军覆没 偏偏你能活着回来 那躬身之人 正是傅怡春 唐沁一言不发 早就让他心中暗怒 此刻更是满脸怒涩 铁亲着脸说道 你们有何怀疑 尽可以去问一问 华神海的诸位大师 怡春大人 不用动怒 唐沁的声音悠悠传来 这次行动 可以说是被华神海他们给连累了 若非秋木杰实力超乎寻常 以大人和诸位兄弟之力 擒拿李云霄是绰绰有余 可惜了 傅怡春不置可否 罗天等大师也身负重伤 一回别院疗养 可惜 雍天运大人惨遭生死 华神海 怕是要全天下通缉秋木节了 之前那人说道 大老爷 现在如何是好 李云霄来了风陵城 必然是冲着唐欣公子大婚来的 虽然我们不惧 但若是当着天下群雄的面 被这小子煞了风景 实在是颜面无光啊 唐庆悠然转过身来 求木节 不关我们的事 但他出现在红月城附近 而且实力逆天 不得不防 至于李云霄 至于李云霄 无妨 突然一到 朗朗之声传来 殿内诸人都是瞳孔咒缩 猛地朝大殿外望去 只见一道白光飞驰而来 瞬间落在大殿中央 一下显化出三人 身后两名舞者 急忙上前跪下 说道 见过大老爷 见过诸位大人 而为首之人 锦衣玉服 神态慵然 冷冷含笑道 若是李云霄赶来 正合我意 心儿 唐庆脸色一变 随即露出大喜的神色来 兴奋道 你成功出关了 此人正是唐欣 淡淡地笑道 正是 哈哈 好 好 唐庆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一连说出好字 他脸上洋溢出来的兴奋之色 激进失态了 周围之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就是修炼出关了 即便有所长进 也不用高兴成这副模样吧 不少人将目光转向唐欣 只觉得他的气势 与之前的确大不相同了 甚至有种看不透的感觉 顿时让众人一阵心惊 唐欣笑道 孩儿刚刚出关 正愁没有人检验一下修为呢 若是那李云霄赶来 倒也碎了孩儿的心愿 唐庆笑过之后才说道 你既已出关 自然不用再怕那李云霄 不过 李云霄的各种传闻太多 虽然不乏夸大的成分 但也的确是实力通天之辈 你还是尽量不要和他冲突 一切由我安排 傅怡春虽然也对唐欣的气势 感到吃惊 但内心却是暗暗冷笑不已 李云霄实力之强 怕是除了武帝巅峰外 再无人可以压制 就算是一百个唐欣 也得死 唐欣脸上露出不快之色 莫非爹对我还没有信心 唐欣道 这不是信心的问题 而是大婚之事 容不得半点插持 你就安心的做你的新郎吧 唐欣还要再严 但看唐欣那主意已定的模样 直到执拗不过 只得作罢 脸上尽是不满之色 突然唐欣身躯微动 翻掌便有一块玉牌 出现在手中 眉头皱了起来 他面色一凝道 事情 我也知晓 会有后续安排 你们尽数退下吧 是 众人互相望了一眼 知道不宜再留 纷纷告退 唐欣沉思了一下说道 唐欣 你留下 唐欣脚步一停 回过身来 有些疑惑地望着自己的父亲 唐欣道 是时候让你知道一些东西了 随我来吧 唐欣 在短暂地愕然后 便面色大喜 眼中更是露出了激动之色 两人一前一后走入大殿后方 腰狼慢回 一片错落有致的建筑呈现眼前 唐欣抬起脚步 往一座偏殿而去 正是他起居之地 唐欣 亦步亦驱地紧随其后 婴儿 你 可还在怪我 唐欣突然开口问道 唐欣 心中一颤 脸上神色微变 没 没有 唐欣道 颂月阳城之事 虽是我支持的妖族商 但却并不知道 他们要取满城人性命 祭奠玄契 若是得知 定不会让你陷入困局 唐欣脸上浮现出阴霾之色 看不出神情 只是轻哼了一下 唐欣叹息了一声 我知道 此事必为你我父子之间的心结 但我并不介意 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 而你比我想象中的更有出息 我不在意你恨我或者怪我 我只在意你没本事变成废物 但这些已经不存在了 唐欣脚步一致 若是我没能顺利出关的话 那 唐欣眼眸微缩 长袖甩动 直言道 那么此刻 跟在我身后之人 就是你大哥了 唐欣心中一颤 虽然知道是这个答案 但脸色还是有些发白 唐欣悠然道 若是你没有这个实力 让你站在这个位置上 只会是害了你 唐欣双手握拳 我明白的 他嘴角微微扬起 笑道 过去之事如云烟 现在的事实就是 父亲大人 你已经让我站在这个位置上了 谢谢大家